好 新聞首先先帶大家關心到前副總統陳建仁 大家一定會想說 陳建仁現在是不是要接隔魁了呢 沒錯 他要接行政院長蘇貞昌 前行政院長蘇貞昌的位置了 而且現在前台灣市長鄭文燦的這個人燦配 是不是就已經內定阻隔了呢 我們現在看到其實他們現在這個人燦配 到底怎麼樣呢 中國農長趙康就有點不滿 就覺得說這是一個部輪的內閣 陳建仁吹捧高端鄭文燦抄襲論文 有看到這個新團隊嗎 這個新團隊三大方向是內閣朝曾女性格員 第二個還要培養這個中壯世代人才 第三個要延攬有執政經驗的人選 那他們現在上任的話呢 會有幾個考驗我覺得蠻特別的 第一個呢是你到立法院備選的時候呢 你這個特別條例你要怎麼做處理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陳建仁其實 我們覺得他蠻溫柔的 那在立法院備選的時候 很多立委很衝嘛 就會直接的審問他 想要問說你之前挺高端 怎麼自圓其說 陳建仁要不要說清楚 這也是一個要點呢 那看到這個陳總彥他這個嗆說 他不知大陸是哪個國家 他過去呢經距平平嘛 他現在呢就傳說要接到政院發言人 他說大陸不知道是哪個國家 還說新竹球場體育發展場 是當成政治炮 大可不必 他這樣說是不是 只要讓小英看到呢 所以現在真的是如期的變成了發言人喔 那現在可以看到呢 這個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呢 也是傳說要留任 那現在就有很多網友很不滿啊 就說年底早參加蛋要多少錢 我們現在缺蛋嘛 那你現在要不要回應呢 還有現在綠營完全沒有農業人才了嗎 為什麼要留任呢 我們再來看到這個時間點喔 這個時間點也是蠻特別的 在1月25號他們是正式的徵詢就定案了 確定是由陳建仁來接任格魁 在隔兩天之後呢 上午10點宣布 30號預計通過總辭 31號新舊格魁的交接就要來到了 但我們可以知道 其實這個任燦配在一個月前 就好像已經訂定了嘛 很多人就猜說 任燦配任燦配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呢敗選之後 你一直沒有推出這個新的內閣 你到現在才推出來 是不是有點遲了呢 然後現在黃文明呢就說 陳建仁他是不是就是一個高端院長呢 他現在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除了是高端問題之外呢 鄭文燦也要面對這個抄襲論文的問題喔 其實呢趙少康有說話 他說呢蔡英文推出這個難看的 布倫內閣還裝神弄鬼 折騰了一大圈 顯示民進黨派系分權分贓 相當的吃相難看 而且呢羅志強也說話了 他也說十年寒窗無人問 他直接在吟詩喔 他說一舉抄襲當大官 恭喜鄭文燦高升 欣欣學子好榜樣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呢 這個任燦配呢 其實考驗相當的多 也可以看出來 在任燦配出爐之後呢 經過密集的作業 又有新的內閣人士附現了 今天上午前副總統陳建仁 再度附總統官邸 內閣改組可能人選名單 我們帶你來看 那你看陳建仁來講 他第一個呢 他當時力推高端 力盆高端 甚至身先市值去打高端 然後呢高端的股價 從30塊一股喔 漲到400多塊 高端的市值 從30幾億漲到800多億 那最近檢察官不是 兵分九路去搜索嗎 所以表示的確有這個相當高層 涉嫌內先交易 非常可惡啊 所以這是商業不倫嘛 那另外呢 他不是說天主要他 什麼幫助鄭運鵬嗎 你怎麼可以這樣 褻瀆上帝 褻瀆天主 一個教友都不可以啊 所以我講他這是宗教不倫 那鄭文燦呢 他抄襲 抄襲學術不倫嘛 對不對 就被台大都取消說是資格了 取消了這個論文說是抄襲嘛 所以這是學術不倫 然後呢 他抄襲也就罷了 他跑去抄大陸的 民進黨不是大陸是敵國嗎 每天都要抗中保台嗎 所以你這是最佳一等啊 你不但抄襲 你還抄襲大陸的 抄襲民進黨口中的敵國的 所以呢 從某個角度政治不倫嘛 最佳一等 所以我講說這個 對於陳建仁來講 他有商業不倫 宗教不倫 對於鄭文燦來講呢 他是學術不倫 同時政治不倫 四大不倫 那蔡英文好像繞了半天 他原來就是規劃這兩個人 他繞了一圈呢 這個裝神弄鬼啊 這個嫌待遇低啊 那個又擔心這個啊 這個擔心那個 後來還是這兩個人嘛 所以他也其實沒有人 民進黨執政六年 權力越大 人才越少 為什麼就派系那邊分張嘛 爭權奪利嘛 搞得沒有人了 其實我們國家人才濟濟啊 工商業那麼發達 到處都是人才 你不敢用 你不會用 你只要問派系 問對你自己是不是忠誠 所以我覺得搞到今天這個樣子 實在是很難堪啦 民進黨沒有人才就算了 把國家交到這樣的人手裡面呢 實在是蠻悲哀的一件事情 好我們再來看到前交通部長林佳龍 今天同意出任總統府的秘書長 引發熱議 我痛批說 林佳龍的能力早被很多的職務證明了 為什麼還是要應用他呢 一直輸一直生乖很猛 還有人調侃說 新北市長侯友宜 現在看到新聞上侯友宜 是不是真的扶龍王 之前扶了一個行政院長 現在扶了一個扶秘書長 因此為他對戰過的蘇文昌跟林佳龍 先後都成了高多很高的高官 而且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這個扶龍王的這個傳聞 還蠻印證的嘛 因為蘇文昌在請辭待命之後呢 前副總統陳建仁 桃園的前市長鄭文燦 游望接下行政院的正副院長 而且內閣團隊布局也是明朗化了 對新聞社長侯友宜表示說呢 這段時間內閣調整有很多的傳言 但是給予尊重 只希望內閣趕緊的就定位 中央跟地方要趕快的並肩合作 並肩作戰讓台灣更好 新人士已經定了 包含陳建仁像孤魁 還有隔魁 然後以及 不過有些閣員像是王美花 等的人會留任 你怎麼看這個內閣的步 內閣整個調整我們都給予尊重 很多的傳言 既然定了就趕快 讓所有人跟地方一起並肩作戰 為國家快速的展開 未來新的內閣 以及新的地方縣市所長 大家一起並肩作戰 有沒有看你昔日的對手 包含蘇貞昌跟林佳龍 我們現在可能未來都要到 林佳龍會未來到的狀態高官 不然是宿院長林佳龍未來的秘師長 每一個人擔任不一樣的職位 我們都給他祝福更重要 在角色上我相信他們一定有能力 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性格員目分看起來都是中生 但包含林佳龍之前合作 未來的合作會更順暢嗎 新北其實在很多的相對資源 是比其他六都少了很多 那新北很重要 剛好是一個在極力 往上大力發展的一個國際大都市 在新北無源遼闊 城鄉差距 大家都能夠感同身受 也恭喜鄭文燦要當副院長 林佳昌當部長 兩個一個是基隆 一個是台灣出來的市長 他們相對的了解 我們北北基討希望是什麼 那新北市一定會 跟所有的中央一起合作 好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內閣改組任蔡佩已經拍板了 現在立委王鴻威就分析說 這一場攻鬥戲結束 總蔡英文是唯一的得勝者 他說陳建仁在民黨內沒有人馬 沒有淵源靠山就是蔡英文 所以根本是傀儡內閣 王鴻威還說蔡英文強勢態度 拒絕跛腳 連人事的任命都是大權一把要抓住 原來在民進黨內 從來都不會是一個接班的角色 所以這些派系對他毫無戒心 那現在他變成 當蔡英文的一個救援投手 然後當這個隔魁 那過去他的經驗 他就是一個學者出身 中央研究院出身 也沒有任何的行政經歷 那他現在當這個隔魁 那當然就是蔡英文當這個行政院長 所以我才在講說 未來的重大的政策 甚至人事權 都是在蔡英文的手上 那麽 因為蘇貞昌強勢 那蘇貞昌強勢 而且蘇貞昌跟蔡英文 他們本身有個利益共同體 那麽 所以蔡英文某一個程度 是相當授權給蘇貞昌 包含人事權 我們過去長期看到的 就是蘇貞昌一定要用的人 要利保的人 一定要拔掉的人 最後蘇貞昌大概都可以 讓他秤心如意 可是陳建仁第一個 他根本沒有班底 第二個他也沒有資歷 第三個他也沒有像蘇貞昌 這樣的強勢的一個企圖心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他當然是會以蔡英文馬首是瞻 而且以現在的各派系來說 他跟其他派系也完全沒有淵源可言 他民進黨事實上時間也非常非常的短 對不對 所以他跟其他派系根本沒有淵源 那請問一下他要聽誰的 誰能夠影響他 那當然就是蔡英文無誤啦 就是未來甚至重要 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重要的這些部長的人選 都應該是蔡英文說了算 可是你經過這一場的內閣改組 你真的覺得蔡英文權力 已經完全傾斜了嗎 你真的認為他頗腳了嗎 我不認為耶 就是說你看這麼重要的一些人是安排 他是大權一把抓 那我們剛剛也談到陳建仁 陳建仁完全不是個合格合適的行政院長的人選啊 他完全不適合對不對 第一個我就說他資歷不深 然後企圖心不強 然後跟這些黨內的派系什麼 他的淵源也都不深 他只認識他大概就是跟蔡英文比較熟吧 蔡英文對他比較信任 可是蔡英文讓他當他就是啦 也就是好像有點那種黃袍加深 這個黃袍一披上去 你就是當行政院長 那不管我想他可能應該是 是非常非常緊張的吧 但是蔡英文在他背後當他的靠山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他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好但是呢 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很安全 好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好就可以買到